我们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长期股前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说一说 供允价值模式转为权益法的核算 好 我们说转换后 就是转成权益法以后 长期股前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是转换日原投资的供允价值 这个地方准备说的就比较好了 直接用供允 没有任何问题 加上新增投资的这个供允价值 这个是两块 两块并且都用的供允 一个是原来投资的 在新增投资日的供允价值 一个是在新增投资日新增的 确实这一块长期股前投资的供允价值 两个供允 原持有的股前投资 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其供允价值与占益价值之间的差额 以及原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供允价值变动 应当转入改案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这个当期损益指的就是投资收益 这个也好理解 是从我们之前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在这个转换日这个时点上把它处置掉了 那我们新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重新买进来 重新确认进来的 所以说之前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如果处置掉了 那之前确认的该转当期损益的都要转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例题 说甲公司于2005年2月 取得已公司10%股权 对已公司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全都没有 那甲公司将其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说投资成本是900万 取得时已公司可别人净资产 供允价值总额是8400万 说这个供允价和账美价也没有差额 都是完全相同的 2006年3月1日 甲公司又以1800万元取得已公司12%的股权 我们是先取得了10% 后又取得了12% 这就从这个所谓讲说的这个供允价值 或者叫做金融资产 转到了长期股权投资了 对吧 22%的嘛 说当日已公司可别人净资产 供允价值总额是1.2个亿 取得该部分股权后 按照已公司章程规定 甲公司能够派人参与已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 说既然能参与生产经营决策 那至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那这样情况下 我们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核算 这个也很好 假定甲公司在取得已公司10%的股权后 双方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 已公司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净利润是900万 未派发现金股利或利润 除所实现净利润外 未发生其他所有者权益的这个变动 2006年3月1日 甲公司对已公司投资 原10%股权的公允价值 为1300万 大家看到这个要敏感 要能反映的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算新增的 长期股权投资 再加上 原投资的公允价值 是作为我们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确认的投资成本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供允价值变动 为12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本例中 2006年3月1日 甲公司对已公司投资原10%股权的供允价值为1300万 占卖价值为1020万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了 同时 因追加投资 改案权益法核算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供允价值变动 120万元也要终止确认 要转出来 转到投资受益里去 好 甲公司对已公司股权增持后 增持比例为22% 初始投资成本为3100万 这就是说 前面用两个公允 把它加起来 是3100万 大于应享有已公司可别人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 份额是1.2个亿乘以22% 这个是新增投资以后的持股比例 合计 22% 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上面价值 大家也是看这个要能反映的过来 这个是我们权益法核算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初始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和这个被投资方可别人净资产 供允价值份额 两者之间去比 如果说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高 确认为商誉 这个没问题 如果是低 那么我们一方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另外一方面确认为赢业外收入 这个是权益法的第一步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地方因为是高 所以体现为商誉 就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了 这个没问题 说假公司对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如下 说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是3100万 带方银行存款 这个所谓讲负的银行存款 是我买进后来的12%的股权 负的对价1800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个指的就是我前10%的股权 是102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地方用的是公允 这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我们上次的账面价值算 所以差额投资收益确认为280万 这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确认 并且另外这个分路大家不要忘记了 就是原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我们已经终止确认了 所以我老说终止确认的时候 该转投资收益的 比如其他综合收益 该转投资收益 我们千万记得要转 考试也是一样 这一步是有分的 借方其他综合收益是120万 代方投资收益120万 好 这个题目给大家说完 咱们这一节内容就结束 谢谢大家